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一点点气温在台北市14度 淡水温度只有10.6 中部地区17 南部地区18度 东半部地区现在也在18度 我们就来看什么 看看真实色彩的云图 云图上面我们先来注意到这台湾 台湾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强的冷空气下来 再加上华南的水汽的东移之下 现在在中台湾这边有些云层 在通过的过程当中 有局部性的降雨 而在北台湾早上当云带通过的时候 有降雨 现在干燥的冷空气开始下来 雨的部分倒是停了 只有在北部海岸线 东北角跟宜兰 有零星的毛毛雨的状况出现 接着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彩色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华南的水汽带大片水汽 从华中到江南 逐渐地进入到达东海的位置 北方的高压系统也快速地南下 冷空气的降幅来说 在昨天明显 今天是一整天寒冷 从一大早的14度一路降 降到今天晚上整个中部以北 剩下11度 所以到了今晚的话 台北侧站温度低到12度以下 就称之为强烈大陆冷气团了 接着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 这波冷空气的强度 在2 3 两天是最强的 北方的高压系统快速游北往南冲 而整个冷空气强度 在明天将到带进来干冷的空气 礼拜四的清晨冷 礼拜四的白天气温上升 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整个高压冬移 温度上升就会比较明显 不过到了下周一周二的时候 南边的水汽上来会使得东山飘雨 西山天晴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天气冷稠稠 穿着方面要保暖 明天白天的北部跟今天一样 温度都上不去 云层桃源一北多 新竹以南阳光露脸 中部地区天气晴 可是温度状况冷稠稠 南部地区的高温也明显的下滑了 东半部有点短暂雨 在东北角 外岛地区夜晚寒冷 提醒您温度低咯 穿着保暖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信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